今天爬了一下午的坡 现在已经 几点钟了 4点33 前面是马秀乡 前面的雪山是 嘎德拉雪山 一共44公里吧好像是 到那个乡镇的话 差不多有40公里翻雪山 那雪山全部翻过去 今天可能是翻不了了 我去马秀村 马秀乡 这是个乡 然后在这里买点补给 这是翻山之前 回一个的补给点 过了这个补给点就要翻过去山以后才能买到了 然后今天在这个镇子买点补给 找地方露营在山脚下吧 然后准备明天翻山海拔好像是挺高的吧 我现在已经进入这是国道558 已经从349转过来了 它是从边坝线开始 边坝线那个位置吧 开始飞路的 那边还有一个什么乡 然后一个是通往拉萨 一个是这边是通往 比如 然后到那去 这应该是最难翻的一个山 今天翻过去以后 嗯 接下来的路应该会好走不少 出发吧 这里也是马修吞 也是马修乡 可能是吞改乡吧 我看了一下吃饭的地方也没有 卖补给的也没有 就卖菜啊没什么呢也没有 那有点难搞了 先走走看吧 今天我看好多都关门了 而且也没有写商店啊什么都没有 小卖铺我看都也没有开门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肉吧 嗯 要是 哎买不到你怎么弄 只能分两顿吃了 就让出发吧 走 现在已经5点51了 这一路连个破房子也没有 主要是连个桥洞也没有 山顶上有一户人家 在那里 还有一条小路 应该是 嗯香道吧 那是 我看这河吧 下面 挺平盏的 要不然就在下面 嗯露营吧 这不路上还有一点风 去下面下面避风啊 大帐篷应该不会吹的太厉害 这哎呀又又又起风了 没房子 桥洞也没有 只能搭这个河坝底下了 没有水还好 走吧 看见远处的山尖了吗 后面就是雪山 嗯 赶德拉山 明天可能要翻 今天就不走了 下面是一条河道 上面看好像是没有水似的 水都在下面流的咕噜咕噜的 不敢过去 可能会陷人 一下就折到里面去了 今天晚上啊 露营的话就在这里了 把这些湿枝头呀什么的 全部都清一下 把帐篷支起来 这大石头块什么的 因为就这一块还平一点 其他地方都是坑坑洼洼的 正好能搭开帐篷在这里 帐篷支在这个位置挺合适的 还行 这里 还有这个 当天前的这个大米 大米都上洞了 都成这个大米粒子了 一粒一粒的了 稍微放一点水 然后炒一下 拿出来 用火锅料炒不就行了 有老铁锅说这火锅料也不吃火锅也行 然后炒菜干嘛都行 我炒菜的话 以后我就放点这个不就行了吗 放点这个 放点酱油 放点盐 不就ok啦 是不是 这里还有包面皮 吃到面皮吃不饱 正好就吃 吃这个米饭 这里 肉坏了 这个肉正好 还能 吃两顿吧 差不多 今天晚上 吃一点 然后 明天吃一点 因为没买到不急 就这些东西 还有大米下面大米 还有一包面皮 今天晚上就炒大米 但这个 用肉丝肉片或者肉丝炒不就行了吗 用这个 火锅料 ok 就搞点柴火 这河道全是柴火了 现在还拔4000米 刚才查了一下 这么多柴火 现在我说炒大米 简单的捡一点 稍微就够了 一热锅 把肉炒熟 不就ok了吗 是不是 这么多柴火 稍微捡一点 就够用了 这么多 平时搞 搞不到柴火 今天柴火用不了 这个大木头棍子 这个不用了 就用这种细的 周边好多的 这个 上面有一群白野鸡啊 今天晚上加餐行不行 哈哈 先把这个肉切一下 肉有点肥 肥了 炒米饭香 切成 切细一点 切成片不就行了吗 好 切了这么多 好 放到这个盆里 喂 你好 啊 快递已经收到了 啊 幸好的 下了哈 嗯 没有下了哈 好 再见 哎 今天早上 出发的时候 在铝店里烧了点水 正好洗一下这个肉 嗯 切点辣椒下来 这些不就够了 太多的话 会不会 胃太重了 主要这个料都吃了 就这些了 做饭用的话 我估计 这包料能用好久 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就是没有盐是吗 咱剩了 咱剩了这么一点肉 明天吃 如果全吃没了的话 明天就没得吃了 因为没买到不几 前面翻山的话 不知道能翻过去 翻不过去 我们先不要吃饭 我们先不要吃饭 我们先吃饭 把这股肉 然后 您可以吃饭 没有吃饭 这个肉 可是 没有吃饭 我们 可以吃饭 多多了 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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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位置 切断 3分钟 先断 切断 入猫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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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